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有个祷告 主耶稣 我们感谢祢 每一次的聚会 我们都从心里感谢祢 祢越过我们所有的贫穷 软弱和有限 将祢的荣耀 将祢丰盛的生命 丰盛的恩典 能够倾倒下来 让我们在祢的面前 每一次的聚会 都是我们蒙恩的机会 也都是我们长进的机会 谢谢祢 我们再把今天这么重要的题目 交在祢的手中 虽然在道理上 我们都已经耳熟 能详 但是祢把我们 带进真实的里面 谢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就像我祷告的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也是one of 我们中间很重要的信息 我在中国 早期进去的时候 都不跟他们照相的 也不可以照相的 更不要说录制光碟了 直到有一次 在中国的南方 他们的位置 就是画得紧紧的 每一个位置都是数算的 然后说很多同工不能来 然后希望说那一次能够答应录影 然后只有内部播放 再三讨价还价 就准他们录了 那么那次我就是讲 不再是我乃是 其实我是讲 丰丰富富富进神国 那么我一共连续讲了五篇信息 每一篇信息 有八个字 所以余师母笑我是余八字 至少不是余八路 八个字 结果他们在网络上 我第二年进去的时候 就发现 我不管在东北 不管到了海南岛 到处都是光碟 被人家传出去了 我没想到内部 是这么大的内部 那么在网络上 因为我的第一篇信息 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所以就在中国流传 最多的就叫做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那么其他的像 与主更亲 爱主更深 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唯有耶稣 永是耶稣 还有同一心灵 同一脚踪 我讲了这五篇 我就讲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是我们中间非常常常传的信息 也是大家都真的是很熟了 但是这个信息 其实是整个基督徒的关键 我也很感谢主 我发现我最近几次讲 ND的课 我们新人门讯的课 都跟主入学 不是 都跟主入信息很有关系 我今天主入学正好 主入信息正好讲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最大的特点 就在于我们不再是我们了 我们这个人居然成为新造 神的儿子住到我们的心中 成为我们的生命 神性和人性居然在一个受造的里面 能够出现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这个叫做新造 宇宙中从来没有的创造 所有的东西在神的眼中都是旧造 只有这个是新造 神性在人性里面 得到居住 得到彰显 得到发挥 弟兄姊妹这是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 是太大的事 讲到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也是我们整个旧恩里面的核心 非常重要的东西 千万不要以为我早懂 我上次不是跟你们讲过 外国人到北京谈生意 因为来不及了要赶飞机 师傅又听不懂英文 所以他只好跟他比个飞机的样子 师傅就快马加鞭的就跑了 没想到过了十五分钟 把他带到全聚的烤鸭店去了 因为他以为他懂 看他那个样子就是烤鸭 所以就跑去了 哪里晓得人家是要赶飞机场的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讲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我们在这里唱这些歌 我们都好像都觉得我都懂 但是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懂 所以我说基督徒 圣徒经常软弱或是失败 或是路走不好 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 一个就是我们对自己 不够真正的认识自己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不够真正的认识 我们所信的主 当然因为我们不够认识自己 所以我们对自己有盼望 我们还在那里挣扎 还在那里努力 还在那里从圣灵入门 要靠肉身成全 所以我们自己吃很多的苦头 失败了又在立志 又在处罚自己 又在认罪 又在悔改 然后再重新出发 然后我们又在失败 又在失败 弟兄姊妹 我不是说这样子的经历 完全没价值 它是有价值的 它帮助我们认识自己不行 你想顺服顺服不来 你想得胜得胜不来 而到最后有一天 你终于会承认说 原来在我肉体中 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中 毫无良善 你也不会再去随便讲说 立志行善由得我 行出来由不得我 因为你已经知道 我这个人真是不行 你怎么看自己 已经越来越多的 进入了神怎么看我们 神早就不对我们带盼望 关键就是我们拼命踹 拼命努力 拼命势 直到有一天 realize了 原来在我里面 不仅仅我没有好 没有善 我根本就是毫无良善 这样子的带来我们真实的谦卑 带来我们对主真实的依靠 带来我们对主真正的感恩 不然的话 我们的感恩 其实很多的时候 还是很shallow 很superficial的 很表面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波笔里面 有时候没有感觉 听人家祷告的时候 不感动 也不容易流泪 因为我们觉得 没有那么糟 我还好 我只是蒙恩 有进永生的门票 有在这边 有一班神的儿女们 一起往前 有同伴 但是我们缺少那种 我这样子的人 居然会得救 我这样子的人 居然有份于 这么伟大的生命 所以软弱失败 两个主要原因 一个不够认识自己 一个不够认识 我们所信的主 我们现在要来看 第一件事情 神对救赵最大的否定 就是借着十字架 那么神 对一切所有的 祂最大的肯定 是借着定十字架的基督 我刚才来之前 黄历姊妹给我一个 很好的提醒 因为她文学很棒 她跟我说 你这样子写的话 弟兄姊妹 前面神对救赵最大的否定 是借着十字架 那么神对救赵最大的肯定 是借着定十字架的基督 其实后面没有对救赵 就是神真正的肯定 唯一的肯定 就是借着祂的儿子 耶稣基督 希望你们不要误会 我很谢谢祂给我 这样子的提醒 整个救赵 人就是想拼命地修饰 想要改善 这就是所有宗教 我们替他们着急的原因 我从来不会去批评 论断别的宗教 把他们当对头一样 因为他们肯信宗教 都表示他们想要脱离物质 短暂有限的人生 去追求人生的真谛 只是他们找错了 他们就是在这里 有一个理想的境界 想去达到 想去达到 但是你没有想到 你如果没有得到 神儿子的生命 你就不可能达到神的要求 你如果没有先成为神的儿女 先成为新造 你就不可能在行为上 有得胜 有基督徒 或是圣经上所说 该有的情形 你不可能的 所以登山宝训 整个的登山宝训 不是把更高的做人道理 来要求我们 而是一面禁止 告诉我们 你不可能做到的 打你左脸右脸给他打 叫你走一里路 陪他走两里路 连眼睛对人动一念 就是犯淫乱 心里面骂别人 恨人就是杀人 你骂别人是笨蛋 这个要受地狱的火 你想谁做得到 可能很多人都已经骂过 余弟兄 你真笨 对不对 那小心了 没有参加新人门训的弟兄姊妹 我们有一堂很好的课 叫做《稳行在高处》 羡不羡慕 请你们在什么教室 在Cyprus 就是从这里出去左弯 就在那边 因为免得你们课跟不上 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那边有很好的课 这个题目是 《稳行在高处》 告诉我们怎样过一个稳定 能够在高处的生活 所以欢迎你们去 我讲到哪里 不可以骂我 你们真的是很会听到 余子妹 神其实对整个的救赵 就是一个否定 十字架 要钉耶稣十字架 他们说要把耶稣钉十字架 众人喊的最大的声音 叫做什么 除掉它 十字架就是除掉它 不要的 根本不要的 所以神借着十字架 把整个旧赵 不光是我们的罪 借着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帮我们带上去了 祂是把整个旧赵 一起带上去 这就叫做 十字架的中心性 和宇宙性 它不光有一个 很重要的目的 而且它的范围 是为了整个万有 全部在基督里面 要全然更新 所以借着十字架 解决了整个的旧赵 所以你看一个人 背十字架 你从后面看 它其实就是一个叉 主耶稣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Denie yourself 什么叫做Denie 打个叉 我不要 所以你再好 神都不要 你再好 也是离娃娃洗脸 越洗越黑 不可能好的 所以这是神对 旧赵的否定 那么 最大的肯定 是借着定十字架的基督 所以这就是保罗 为什么他在《哥林多前书》 他说 我立了志向 在你们中间 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 其实在英文里面 就是讲到定十字架的基督 就是基督 神只要基督 基督是祂旨意的中心 是祂救恩的内容 是整个万有受造的目的 基督是一切 我在中国 这几年的服事里面 除了对很多各地来的同工们 有一些的交通分享 有的时候私底下 这些教会领袖们 甚至是等于整片整区的 这些同工们的这种投阳 他们称为投阳 他们管的 常常都是几万人几万人的地方 他们来跟我们交通的时候 常常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觉得越服事 越发现里面的力量 够不上来 不像从前那么有劲 那么奔跑 现在发现都累了 都发现够不上了 都发现应付不来了 我每次听到这个都很心疼 因为他们真的是尽心结力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其实这是恩典 这是恩典 神要让我们一方面认识 我们自己的有限 也就在借着认识我们有限的时候 会让我们真正转向来 来依靠这位全能无限的神 真正从祂面前持取力量 同样我也碰到一些同工 原来是跑得非常的好 结果在婚姻上 家庭生活或者道德上出了问题 他们不敢跟别人讲 他们私下会跟我谈 我就陪他们祷告 告诉他们 我说其实我们stumble 我们的失败 我不是说我们可以任意犯罪 随便跌倒 其实没有人没有犯过罪 没有人没有跌倒过的 但是如果我们在 我们的跌倒跟失败里面 我们只是去解决这个问题 只是把罪认了 把这个事情带过去了 那我们还是没有学到 神真正要我们学的 其实神是要让我们看见 借着这样子的事情 我真的是何等的有限 而且我的本职是何等的败还 离得他不仅我不能做什么 离得他我什么都不是 离得他就算我能做什么 神也不要 离得他就算 I am somebody 就算我是什么 明明人堂里面的 那么在神的眼中如同无忧 神最大的否定 借着十字架 神最大的肯定 借着他儿子 耶稣基督 由基督就有一切 没有基督 神什么都不要 所以任何事情 我们说不管大事小事 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 它就是大事 因为这实在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需要对我们的主 有一个第一手 真实 深入 正确的认识 第二个 讲到由基督内住到基督成行 那么基督根本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 我刚才已经讲了 可是因为我们 我们对自己还有盼望 所以我们都很努力 我们看一处圣经好不好 我原来没有列在上面的 但是我后来在默想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节经文 蛮重要的 我们翻到哥罗西书 Pojecting能够打得出来吗 哥罗西书 第二章 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十节 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时脱离了世上的小学 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 服从那不可拿不可藏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 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 说到这一切 正用的时候都败坏了 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 用诗意崇拜 自表谦卑 苦待己身 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 是毫无功效 你们发现 我们就是有很多的规矩力出来 然后我们认为 你只要做到这个 就表示你尽钱 我在台湾从小长大 就是在一个很严谨的要求的里面 那时候连喝咖啡都是你爱世界 更不要说看电视了 家里面有一个魔鬼住在里面一样 那时候在我们的家里面是不可以有电视的 更不要说看电影了 我记得我哥哥有一次偷偷跑去看电影 被我爸爸打的 你说现代的人谁会接受这些 我到中国去戴戒指 人家说你爱世界 所以我们另外一个童工 就只好用创可贴包起来 因为它太肥了 拉不下来了 这个已经拉不下来了 太太穿的耳洞 也只好用创可贴 折着 不然不能讲到 因为很多规矩 但是弟兄姊妹 圣经上告诉我们 说你明明跟基督同死了 为什么还天天活在这些不可以拿 不可以磨 不可以藏 这些规条里面呢 我认识一个弟兄 我讲他名字你们都认识了 很多人都知道 我就不讲了 他说他在年轻的时候 为了想去看电影 因为我们的背景是不可以看的 那时候来了一个耶稣传 他说这个应该可以看嘛 这是耶稣嘛 但是我们的规矩就是不可以上电影院 所以他那次就跟他一个弟兄 两个约好了 在台湾夏天热得不得了 两个人穿着雨衣 那时候的雨衣 不像现在的料子这么好 是那种很厚的 穿上全身都是汗 而且还会有臭味的 我不晓得你们台湾来的记不记得 那时候很穷的一个雨衣 然后两个人呢 大热天大太阳 穿着雨衣排队去买电影票 为了怕人家看到 就是不可拿 不可摸 不可藏 活得非常辛苦 我觉得神不要我们活这样子的境界 弟兄姊妹 这不是圣经上说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这些东西让人只是徒有智慧之名 用诗意崇拜 治表谦卑 苦待己身 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 要么要来就来真的 是为主做 是从生命里面做 这些东西就不能说它都没有价值 你为了主敬钱 你为了主不翘脚 你为了主不戴戒指 你为了主不喝咖啡 不看电视 不看电影 感谢主 必须要跟基督发生关系 如果没有跟基督发生关系 只是跟律法发生关系的话 他说这些东西在你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 接下来到了第三章 第三节 他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这是一个对比 这是一个极大的对比 你根本就是在神的眼中已经死了 我上次已经讲了 十字架的几面 讲到同定 你根本跟基督是已经同死的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 所以你不要光只是羡慕外面基督徒 该这样该那样 而是要让里面的生命来活出来 所以以前有个乡下人 他第一次进城去 他发现说 哎呀 城里面的人都不需要去打水 有个那么水龙头 这样一开水就出来了 他羡慕得不得了 因为他在乡下都得翻山越岭的 到湖边 到西边去打水 然后再走回来 他太累了 他就跟人家讲说 你这个在哪里弄的 他就告诉他在什么店 五金店 他跑去就买了好几个 然后带回家以后 就在每一个墙上 厨房 洗澡房 就是塞上一个 然后就打开来 有没有水 有没有水 这个叫做学表面 里面没有生命 很多的宗教 很多的时候连我们当基督徒的 我们就是学个表面 里面没有属灵的 spiritual reality 没有属灵的实际 很多时候我们在这里 羡慕这个 羡慕那个 就像我说了 我哥哥的小孩 才不到一岁的时候 带他出去吃饭 在那个彩色的manual上 他看到那个hamburger 好吃就这样摸一下 放到嘴巴去 那是没有spiritual reality 那是没有属灵的实际 东西看起来是真的 吸引人 羡慕 也弄手去尝了 但是其实没有得到生命 因为他没有属灵的实际 今天所有的实际 都在耶稣基督里面 这个叫做不再是我 是基督 不再是外面 乃是里面 全都是生命的事情 所以保罗对加拉太的人 责备他说 无知的加拉太人 耶稣基督定十字架 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 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你们明明是靠着圣灵入门 如今还要靠肉身成全吗 你们是这样无知吗 你们受苦如此之多 难道是晚然的 难道都是突然的 难道是真的是晚然的吗 这是保罗对他们的遗憾 所以到了第四章十九节 他说 我小子儿 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 只等到基督成行在你们心里 不光有基督内住 我们只要重生得救了 都有基督的内住 但是就像一个生命一样 它需要长大 它需要成熟 就像种子落在好土的里面 它不会永远在土的里面 它需要长大 它需要破土而出 它需要长大 成熟 这叫做成熟 所以基督不光要内住 要成熟 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 都有基督的内住 所以你说我们有没有得胜 你不能说我们都没有得胜 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得胜 对不对 刚才那些师班在这里做见证 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我就怎样了 我就怎样了 不见得天天都那样 对不对 不见得天天都脾气好了 有的时候还是会被惹毛了 但是至少 你就知道基督内住 是真东西 很多的时候出来的是真东西 但是当我们每一次长 每一次得胜 每一次舍己 每一次顺服 你就发现这个生命就又长一点 又长一点 又长一点 那么到最后 它就越来越稳了 很多的事情就不容易在摸着我们 因为它不光是内住 我有那个得胜的本钱 而且我的得胜越来越稳 我的精力越来越进入深 进入高 进入稳 真的是稳行在高处 这是生命需要成长 所以我们这个都非常了解的 你就看小孩子是一模一样的 他生命都在他里面 他什么东西都在他里面 但是他需要长 他小的时候 他根本不知道 他的脚是可以跑的 他连走都不会 连爬都还不会 可是当他成长 成长 成长 成长上来的时候 他发现他的脚可以爬 他发现他有一天的脚可以站 他发现他可以走路 他甚至发现后来可以跑 有一天发现他可以踢球 他的功用可以一直发挥的 所以基督在我们里面 不光内住 基督要成行在我们里面 那么第三个 讲到由不再是我 到乃是基督 从同始到同活 你为了要让基督的活出 只有一条路 就是借着十字架 所以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十字架不是神的目的 苦难不是神的目的 基督才是 不再是我 不是神的目的 乃是基督 才是神的目的 所有的道空不是目的 充满才是 所有的剥夺 拆毁都不是目的 神的建造 才是目的 这就是十字架 所以从不再是我 到乃是基督 从同始到同活 所以加拉太书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一节 这里说 有可信的话说 我们若与基督同始 也必与他同活 那个弱就请你圈起来 我每次说 读圣经读到弱的时候 都是在这里讲到 我们要进入那个经历 在乎我们的抉择 你要还是不要 助恩是完全的 助恩是公平的 助恩是丰富的 助恩是永恒的 神都预备好了 你要不要 进入多少 享受多少 活出多少 全在乎那个弱智 这是我们的监选 不是靠律法 不是靠行为 还是靠我们要不要 所以永远不是解决 我能不能的问题 而是我要不要的问题 神都预备好了 在基督里全预备好了 所以我们的失败 是无可推诿 是没有借口的 没有办法借口 因为基督都已经预备了 所以今天只是我们 要活出基督的话 他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 也就必与他同活 那菲利比书三章十节到十一节 这是Mrs.Pen-Louis Pen-Louis 在讲她同定亮光的时候 里面非常关键的一节经文 除了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他说使我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 效法他的死 这里是说 Being confirmed to his death 就是你不仅仅知道 那个死是一个事实 是基督已经做成的 客观的一个伟大的救恩 我要在主观上 要confirm to his death 我要效法他的死 就是我要有份于他的死 我要连于他的死 这是我们主动要做的 所以如果我还是要 用我自己的力量去挣扎 咬紧牙关去忍受他的脾气 攻克己身 这样逃避试探 你还是可以用这种方法 用外攻的方法 不是说他完全不好 因为你还是在励志行善 至少避免你犯大错 但是真正的救恩 不是靠这个 早晚神会让我们知道 你靠这个没有用 Let's confirm to his death 我接受他的死 接受他的否定 接受他全然的拒绝 而让我转向主 来接受基督 他说 当我confirm to his death的时候 他说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你想保罗在讲这个话 或者我可以得以从死里复活 难道是指他肉身死复活吗 难道是在指将来 那一天去见神 他要复活吗 决定不是指的 他现在肉身死了 可以经历复活 也不是指到将来去见神的时候 那天我们都要复活 而是讲到在他的生命里面 内在的生命里面 当他confirm to his death的时候 基督复活的生命 要来取代我们 就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 祷告会的时候 我曾经问过弟兄姊妹 那天我带诗歌 带那个 《侍奉耶稣真有快乐》 大家还记得 那天我就问大家 《侍奉耶稣真有快乐》的请举手 全部人都举手了 我说《侍奉真有快乐》的请举手 只剩下四分之一 大概三分之一的人举手 很多人手就放下来 我在加拿大的时候 我也问他们 他们那次上千人的聚会 我问他们《侍奉耶稣真有快乐》 举手慢慢地都举手 我说《侍奉真有快乐》的请举手 一大堆人就下来了 就少很多 兄姊妹 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 为什么《侍奉耶稣》跟《侍奉》 这个应该是等号的 什么时候这个等号不见 这是我们的经历 对不对 如果是侍奉耶稣 我们就觉得很有力量 我们爱祂 愿意为祂 可是如果只是侍奉的话 我们里面就发现 很多的时候很疲倦 很累 想逃避 所以在这里 碰到一件事情 到底我们的侍奉 是不是为耶稣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我是不是活着为耶稣 这是很重要的关键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关键不光是这么重要 连保罗都说 我无论做什么 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这是我们侍奉 不埋怨 不疲倦 有力量 肯付代价 很重要的关键 活着为耶稣 侍奉为耶稣 但是其实还有一个 更重要的关键 不光是活着为耶稣 侍奉耶稣 而是我活着是耶稣 不光是活着为耶稣 而是活着是耶稣 弟兄姊妹 这是保罗要把我们带进去的 光为耶稣 我们已经可以忍受很多的苦了 我们也甘心付代价了 我们也会很喜乐 侍奉耶稣真有快乐 但是弟兄姊妹 要能够路走得远 能够奔跑 不至于疲倦 行路不至于疲乏 一个很关键的 是必须 我们不光是为耶稣 而且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力量 源头 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叫做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从同死到同活 所以你不要以为 这个信息是很高深的 研究所以上的弟兄姊妹 才要听的 其实是我们一进门就要听 因为这是救恩的核心 这是救恩的根基 偏偏在这个点上 这是被仇敌蒙蔽 最厉害的地方 连基督徒靠着圣灵入门 很多的基督徒 活在软弱 挣扎 痛苦 灰心 失望 到最后说 我的信仰是不是出问题了 因为我们就是靠肉身成全 这个东西重要到一个地步 是在我们受静的时候 就应该知道的 我们来看 我经文上列的 罗马书第六章 罗马书第六章三到五节 保罗说起不知 你知道吗 这个起不知是什么意思 怎么会连这个都不知道 怎么会连这个都不知道 那个手放到火上 一定会烫的 你怎么会不知道 拿刀子切身上 一定会流血的 你怎么会连这个都不知道 起不知吗 起不知到男生该上男生厕所吗 加州怎么会糊涂到这个地步 这叫起不知 保罗说起不知 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你不要以为那是一个很神圣 很了不起的一个ceremony 其实是埋葬聚会 你知道吗 是安息聚会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 所以我们借着洗礒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要 原是叫 就是讲到他的purpose 他的目的 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心生的样式 换句话说 你进到水里 就表示你已经死了 谁可以从死里面出来 必须复活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 有复活的生命 只有耶稣基督 他不仅仅在历史上 有复活伟大的历史 他把他复活生命的大能 赐给了所有信他的人 所以我们能够从水里面上来 是因为已经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既然有新的生命 一举一动 就要有新生的样式 所以第五节 又是讲弱 我们弱在他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所以请弟兄姊妹注意到 不光在这里保罗 把一个客观救恩的事实 讲得这么清楚 而且是对刚刚出信 受尽的人他就讲 岂不知我们受洗 归入耶稣基督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你一信耶稣就要知道的 但是在经历上 他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也就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不管你已经信主多少年了 在座有没有人还没受尽的 请举手好不好 有一位 所以你没跑去唱 《稳心上高作》 只有一位还没受尽 我们都受尽了 岂不知 什么 你们白读的嘛 岂不知我们都死了吗 对不对 完全了了 完全了了 从今以后我完全了了 完全了了 完全了了 从今以后我完全了了 大叉 下一节是什么 不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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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不再是我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这是寿静唱的歌 高不高 已经很高了 寿静就应该知道的 寿静就应该知道 你已经是被神打了一个大叉叉 完全了了 但是不管这样 不光这样 从今以后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这就是我上次以前 也跟你们做过见证 一个年长的弟兄 被主接去了 九十岁了 他以前大学传福音的时候 被人家羞辱 被人家推出来 他气得不得了 他委屈得不得了 因为他很害羞 一个非常gentleman的 一个弟兄 他就觉得很羞辱 他不肯再传福音 他就在回家 坐在自己的书桌前面 沮丧的时候 圣灵就把我刚才唱的这两节唱给他听 一个讲到完全了了 他心里面就在想说 对啊 我完全了了 怎么还气成这样子呢 有没有真的玩 没有嘛 对不对 就像我小的时候 去看我大儿子 他都装睡 因为我们晚上去检查 他睡觉了没有 他一看到我们来就闭眼睛 我说你睡着了没有 睡着了 小儿子一样 小儿子发音不准 那个是都讲成戏 我每次进去看他 我说你睡着了是不是 他说戏 从小两个都是一样 你们家的孩子也一样 那个没有完全了了 所以当他在那里生气的时候 圣灵就唱这条歌给他听 他就想我完全了了 怎么会气成这个样子呢 他说他更感动的就是 圣灵接着唱下一节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基督替他活 他说那是感动的 那个爱充满在他的里面 所有的羞辱都忘记了 他想到神的儿子 就是这样子为我们来到地上 他抓起福音单张 又出去发福音单张 那天晚上全教会 带来福音朋友 最多的就是他带来的 弟兄姊妹 在我们生活里面 就是可以这样来经历他 原来我是这样 但是圣灵提醒我们 不再是我 完全了了 但是更积极地 叫我们来世基督 让我可以活出 神儿子的尊贵和荣美来 一生都在碰到这种事情 有的稍微小一点 有的大一点 有的时间短一点 有的时间长一点 但是弟兄姊妹 真正得胜的关键 其实永远都不是 咬紧牙关出来的 而是至终神 要把我们带到基督的替代 阿爸们 阿们 好 我也都在学 我到现在都在学 所以这是我们生命改变的途径 真正生命的改变 一定是从这里来 不是外公 是内公 不是道德 不是律法 不是行为 乃是生命的长进 生命的流露 所以你看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到十一节 他说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神 这个宝贝真是在我们里面 他说我们四面受敌 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 不至于失望 遭逼迫不被丢弃 打倒了不至于死亡 然后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十一节 因为我们这还活着的人 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 使耶稣的身 也在我们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其实接下去他又说 这样看来 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 身却是在你们身上发动 所以你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 你看见基督的内住 宝贝在瓦器里 他至少带来了三件大的祝福 大的祝恩 第一件事情 这个宝贝使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挑战 四面受敌 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 不至于失望 遭逼迫不被丢弃 打倒了 都被打倒了 真的倒了 好几次真的倒了 但是却不至于死亡 还会起来 因为有宝贝在瓦器里 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第二个 这个宝贝在瓦器里面 使我们可以活得像他 身上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身 显明在我们身上 就叫做像他 耶稣的身 在我们身上彰显 就像我今天早上讲的 那个老牧师 水一溅 但是他却溅出他的慈爱 他的温和 他的体恤 他的丰富 他的老练 因为他生命被改变 第三个 宝贝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使是在我身上发动 生却是在别人身上发动 对不起 我应该把那一节加进来 可是我每次在写我的 ND all night的时候 真的是讨价还价 因为多一行 我就变成下一页了 但是因为不能给你们 两页讲义 所以我都必须说成一页 所以我很多的时候 都必须砍啊 删啊 减少啊 所以有时候少掉一节经文 那我就希望下一节 也是很重要 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 我们才可能真正地 成为别人的祝福 而且从第一天开始 一信耶稣开始就可以了 我跟你们讲过一个见证 也是上海的一个弟兄 刚信主的当天 从来没听过福音 信了耶稣回到宿舍 晚上睡觉的时候 圣灵感动他跪下来祷告 他不敢 他说同学会笑他 但是圣灵就开始管他了 当他一跪下来的时候 所有的同学都在笑他 然后就开始七个人 其他七个室友就跪在他后面 房间不够贵 贵到走到了 结果隔壁宿舍的人看到说 这些人在干什么 也跟着跪在他后面 所以跪了一条长线 那么圣灵就感动他 说你开始祷告 他说主啊 我刚刚信耶稣 我不会祷告 圣灵就教他 主耶稣我感谢你 第二个人就学他恶作剧 主耶稣我感谢你 第三个就学第二个 第四个就学第三个 所以这条线 很多人就在那里 开玩笑恶作剧 但是就跟着他开始祷告了 没想到那一天晚上 主借着一个当天才得救的 财生婴孩 救了好几个跪在后面 开玩笑的朋友 所以你不要以为 要大步到家才能传福音 你看我们花这么多功夫 做这么多事 发福音单张 喊个老半天 两三个 人家当天信主 当天就可以叫人得救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我不能传福音 福音是活出来的 别人不光要听 别人要看 原来在我里面 真是有生命 所以什么时候 死在我身上发动 耶稣的生 显在我身上 让我活着可以像他 什么时候死在我身上发动 生要在别人身上发动 要叫别人 从我身上得到耶稣 得到祝福 接下来 他在这里说到 彼得后书的第一章 三到五节 三到五节 你们自己回家看 叫我们既然脱离 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让我们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 所以彼得底下就接着 因此我们要分外殷勤 有了什么 要加上什么 有了什么 要加上什么 就是我们的生命 不断地被改变 to be partaker of his divine nature 能够跟神 生命 圣洁的性情有份 所以这是我们生活 能够向主 生命能够被改变的途径 接下来讲到我们生活 能够得胜的秘诀 所以在以福所书三章二十节 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菲利比书四章三节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做 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Christ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 跟菲利比书 这一节圣经 是我常常讲到的时候 会放在一起的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 说到 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 你了我 你啥都不能做 什么事都不能做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但是保罗却在这里也告诉我们 We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Christ 一个是什么都不能 一个是什么都能 关键在于什么 到底我们跟基督是什么关系 到底我们所活出来的源头 是旧造的我呢 还是新造的基督 接着菲利比书第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 没有一事叫我羞愧 只要凡事放荡 无论是生是死 总教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弟兄姊妹 我就说这句话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希望这句话 成为我们的生活的挑战 我们愿意向主有一个祷告 不管怎样的处境 不管怎样的挑战 不管怎样的困难 不管我自己在怎样的光景里面 我都希望或生或死 这是两个极端 我希望总教基督 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因为他底下说到 我们能做到这个 不是借着咬紧牙关 再说不是靠着肉身成全 那是因为 因为他自己说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这是秘诀 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 不是在这里夸耀说 我现在活着都是基督 而是说我能够在凡事上 叫基督造成显大的秘诀 在于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因为它是我的生命 大家有没有问题 以后我讲实行的路 没有 我今天特别放了一下实行的路 因为我觉得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不太容易讲 因为这是一个观念上 启示性的一个真理 但是我们怎么样子 能够带回到生活里面 试着去用 我自己祷告了一下 我写了几个简单的提醒就是了 我相信我们初期的同工们 可能会有更好的建议 或者操练 我想他们可以出到很好的题目 我在这里提到几件事情 第一个 要相信接受基督内住 并且成为我们新生命的 这个伟大事实 在这个点上 你觉得你还信不来的 请举手 有问题的 除了刚刚举手的姊妹 还没有受尽 你自己觉得基督 基督已经内住了 而且成为我们生命 你在这个点上 在真理上 在信心的接受 这个事实上 还有困难的请举手 都没有问题 就是你基本上都知道 基督已经内住了 基督内住 你不紧张啊 你到哪里去 他都在 你做什么 他都在看 你做什么 他都想要替代你 想要把你放在死地 他来活 你就晓得我们 真正相信 跟真正进入 还是差很多 要简单的相信 主真的住在我的里面 他不光是跟我同在 哥罗西书三章四节说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英文 Christ 逗典 Our life 几乎可以画等号的 我们的生命就是基督 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 这次很大的事 你知道吗 基督成了我的生命 他不光是跟我同在 他爱我 他陪我 他帮我 他根本就是我的生命 Christ Our life 要接受 一定要接受 什么样子的生命 获出什么样子的生活 你要鸡丢到水上 叫他学游泳 他学不会的 他的结局就是灭顶 学不会的 你把鸭 你不要浇 他下去 小鸭都下水 他高兴得不得了 他很享受 要认识这个事实 第二件事情 在平常的生活里面 这个是比较 更进入具体的实行 在平常的生活中 积极地来经历 并且揣摩 什么叫做基督的替代 我为什么要讲揣摩 我就是希望大家去比较一下 我原来凭着自己 我是怎么样子经过的 我的结局是什么 今天我换一种方式来经历 我换一种生命来面对 我照着圣经上说的 不再是我是基督 我来试试看 看看带来的结果 有没有不一样 要去揣摩 你不是一下就能够进入的 你可能会失败几次 或是摸不着头绪 没关系 你试试看 原来我的孩子讲这句话 或是我的姊妹那样子 对我不顺服 我一定大发脾气的 这是从前的我 那么你现在试试看 如果今天不再是我 是基督带来的结果 到底是什么 你自己去揣摩 那底下就讲到一点 具体怎么样做 就是在你的遭遇里面 在很现实的遭遇里面 像我刚才讲的孩子惹火你 或是太太不顺服 或是先生发脾气 或是家里面发生什么 很不舒服的事情 你平常一定会很激动的 会很沮丧的 会很受伤的 或是在事态面前很软弱的 在所有的处境里面 我们问自己 如果是主耶稣在这 他会怎么做 他会怎么回应 那这个是在基督教里面 很有名的 就是What would Jesus do WWJD 你们都知道 我以前有个圣经上面 写WWJD 那个 为杰弟兄一看 就是说是王为杰的 所以那个皮子我赶快换掉了 免得圣经被他拿去了 我用了三十多年的 四十年的圣经 舍不得被他拿去 WWJD 就是What would Jesus do 但是弟兄姊妹 你这个东西是提醒我们 就是主耶稣在的话 他会怎么回应 他会怎么样子对人说话 他会怎么样子的来处理这件事 他会做什么样子的决定 但是 在用这个的时候 要小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决定不能够离开 基督是我的生命 这个根基 不然的话 你是把一个 更高更高的道德标准 压到你自己身上 你还是活不出来 对不对 我当然知道主耶稣 这时候不会骂他 我当然知道主耶稣 但是我不想 我就是想生他劲 我不肯原谅他 我就是不肯原谅他 你当然知道主耶稣 在一定会原谅他 所以有一次 有一对夫妻吵着都要离婚了 我跟于师母去帮了他们 好几次 他们帮完就好一点 过一阵子又坏了 有一天我们两个 在永和买菜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手机 那是起码二十年前 十八九年前 我们买完以后 于师母说 我们再去看他们一下 我说没有打电话就去 怕不好意思 她说该去 我们两个都觉得该去 我们就去了 没想到我们一按您的时候 那个太太出来开门 一看到我们 她的表情 整个愣在那边 很久都不讲话 后来才晓得 就在我们按门铃前 不到一两分钟 她刚刚在骂她的先生说 你不准再去告诉余弟兄 这个念十几 她说我这次 决定不给你机会 我跟你离婚离定了 才讲完电影 登登 结果我们出现了 你可以知道说 耶稣一定会原谅她 再给她一次机会 但是我们常常就会说 我再也不给你机会了 所以What do Jesus do 如果你只是离开 你离开生命的话 你还是会掉到 律法的层次里面去 所以用WWJD 这是第一步 它的确可以帮助我们 在很多的反应上 稍微冷静一点 稍微想一想 主耶稣在这里 祂真的会这样子做吗 祂会花个一两万块 去买一个床 睡觉吗 祂会这样子的 做这样子的决定吗 祂会这样子 抛掉自己的家庭 孩子一个人到中国去 明明人家都说 进去是死路一条 从来没有人得胜过的 全军覆没 你还硬要往中国跑吗 我们自己在主人面前 你要去为这些事情祷告 你光讲What do Jesus do 你会发现 你只是有一些律法 但是祂会帮助我们 祂至少会帮助我们 在很多的事情上 不会放肆 第二件事情 你要学习放手 我说的放手就是 Let go and let God 你不再凭自己挣扎 不是说你不管他 你要学习放下自己 然后顺从圣灵的感动 和主话语的要求 你不光知道说 主耶稣在这里的话 祂会怎么反应 而且你要学习 顺服圣灵这个时候 那正在我们心中 运行的大能大力 神能够照着这个能力 要充充足足地成就 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所以要注意 就让基督来替代你 活出该有的反应 这个就是key point 因为很多人 可能一次都没有尝过 所以我说需要揣摩 而且我在很多的地方 包括在我们教会 我也一再讲 一个基督徒 要越早体会到 基督的替代越重要 它是不可少的事情 你一定要体偿 不然的话你信主 你整个蒙恩蒙福的层次 实在是太可怜了 太可惜了 因为仅止得救 你只是得到 主保学的赦免 你只是读到主救恩 得到有一身 永生的盼望 可以进天堂 可是我们今生的生活里面 我还是凭着自己 在过苦海人生 你还是在这里 有一个更高的标准 基督徒的要求 让你过基督徒 过得很辛苦 真的 如果不经历基督的替代 我们那个最核心 最宝贵的 就像你吃苹果 只吃着苹果皮 就是了 你没有真正享受 它里面真正的宝贵 所以我说 我们神的儿女们 一定要在基督的替代上 早一点来经历 是活出来 而不是咬牙切齿 勉为其难的表面功夫 所以你要一只猴子 学习做人 戴太阳眼镜 掉的烟斗 戴着帽子 拿着拐杖 穿着西装 他人模人样的 他给你起脚踏车出来 他什么都可以学 但是你试试看 你在他不注意的时候 你在旁边放个鞭炮 他就爬上去了 马上那个本性就出来了 已经忘记 他需要装重 需要干嘛 他通通都忘了 你香蕉一丢给他 他可能什么都不管 那是他的本性 所以我们在外公上 一直压制压制压制 这不是神要做的 神整个的聚恩 是从里面开始 从根本着起 从生命着手 这个叫做不再是 我是主 所以我们要在生活的里面 来操念 让主来替代 主耶稣 你替我来应付他 照我的本性 照我的个性 照我和他之间 过去这么多的经历 我不想原谅他 我不想放过他 可是你说 主耶稣 我知道你在的时候 你会怎么处理 我再说 没有要我们妥协 包容 重容 放纵 主耶稣 甚至会很严厉地管 对不对 可以拿起鞭子 把那些买卖牛羊 兑换银钱鸽子的人 全部赶出去 他要严的时候 他很严的 但是呢 他是在生命的正直里面 在他的圣洁的生命里面 他做这些事 他是为了爱 为了神的荣耀 跟我们发愤怒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学习 所以并不是纵容 不是忍耐 不是怎么样 主耶稣在 他到底会怎么处理 这件事 主耶稣在 我们都一起住到 房间里面去 有人睡上铺 有人睡下铺 有人靠厕所一点 有人不靠厕所一点 可能一定有好一点的位置 坏一点的位置 那你当你马上 就要挑你最喜欢的时候 你不妨停下来问一下 What would Jesus do 主耶稣会怎么做 然后如果这次圣灵感动你 你说主啊 我就是喜欢睡下铺 我睡上铺半夜 要起来三次 都不方便 求你帮 那如果主容许你 那你就睡 但是如果主要求你 学习把好的让给别人 就学习顺服他 当你真的这样顺服的时候 你会发现 基督真来替代的时候 所有的要求 所有的十字架 都不会那么苦了 真的 因为那是基督 那是他自己 那是他生命的流露 那是很自然 本性的反应 那个不是学来的 不是模仿的 不是要求来的 那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 所以我跟你们讲过 好几次 在我很多的时候 跟人家传福音 怕得要死 不想传 想放弃的 突然一下子 转向主 主的爱进来的时候 我带着基督的爱去 靠近他 去把福音传给他 而且你就发现 那个福音非常有能力 因为带着爱 好 最后 讲到不论成和不成 就是不管你这次成功了还是失败 我只是先放伏笔 因为我们常常会失败 忍到最后 我告诉你 我忍耐是有限度的 我已经忍了你七次了 不管成不成 找出成败失败的关键 还有不同的果效 要认真的学习 揣摩 不轻易放弃 直到你真正的体会到 什么叫做基督的替代 然后呢 越来越多 有这样子的经历 直到有一天 我们可以很稳定地 活在基督替代的 有福光景里面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那么最后 我希望多跟同伴们 交换经验 彼此帮助 彼此勉励 我想你们都应该 希望下一个礼拜 见面的时候 大家至少 能不能至少交通到 有一件 有很清楚的一次的经历 我怎么样子不再是 我是主 让我跟从前不一样 是我最容易 有强烈反应 有血气 有脾气 有肉体的怀疑里面 我这次反应不一样 好不好 我们都加油试试看 来 我们祷告 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这样子的爱我们 把这么伟大的生命 赐给我们 不仅我们还在 做罪人的时候 还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 你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舍命 将神的爱向我们显明 而且你在十字架上 不光是救赎的十架 你更是在那里 有一个伟大同定的十架 把我们救人 救灶都带到十字架上 让我们如今活着的 可以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我们谢谢你 祝福我们 也求你帮助我们 把我们带进 这个有福的真理 有福的经历 以至于我们 真是有更多的人 能够在各处显扬 那因认识基督 而有的心相之气 祷告 感谢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